第九章第五節 這是從進學看世界第九章第五節 我們談策略的概念 這章的大綱 我們要談的是偏好在賽局的角色 中國人一向說 人不畏己天誅地滅 人們一向都自私自利嗎 是不是都這樣子 非要出賣別人不可 在賽局裡面的囚犯困境裡面 人們都彼此互相出賣 當然最後都沒有好處 我也說過這個課本的賽局裡面 有個跟其他教科書不一樣的地方 我們把偏好加進來 雖然說人們都一向自私自利 可是各位有沒有看過人 不是自私自利的 當然有啊 捨身取義涉及救人的例子並不少啊 我們也看到很多先烈先賢 為國家民主抛頭爐灑熱血的啊 進學院就去觀察高速公路旁邊的餐廳 給小費的比例 理論上高速公路旁邊都是過路課 你可以不給小費 因為你來一次而已 但是進學院發現高速公路旁邊 餐廳給小費的比例 和一般常客區的餐廳並沒有差別 這顯示人什麼 人們未必是自私自利的啊 如果是自私自利的客人 他到了高速公路旁邊的餐廳吃飯 他大概不會給小費 因為他只會來這一次 以後再來的機會不多了 可是他發現 高速公路旁邊的餐廳 即便是過路課 給了小費比例也跟常客的餐廳一樣 所以人們未必都自私自利 甚至於我們可以看到很多 不計成本效益 報酬寫詞的例子 這是1982年 英國跟阿根田爆發福克蘭戰役 後來的報紙 就是2010年的一個報紙 他說福克蘭戰役呢 是帝國的自傲 怎麼說呢 英國保衛缺乏價值的福克蘭群島 可能只是為了面子的問題而已 跟實際上的經濟效益 戰略效益都沒關係 所以當初的報紙內容寫什麼 他說福克蘭這個事情呢 是一個兩個禿頭男 在爭一把梳子的事情 會想 如果頭禿了 沒有頭髮 就不需要梳子啦 但是禿頭男也是有面子的啊 他會想起他過去濃密的頭髮 所以他是要把這個梳子給搶回來 就如同英國 他就想到他過去日不落口的榮光一樣 所以偏好是給定的 在賽局理論裡面 如果把偏好加進來之後 就會改變選擇的方向 所以如果人們是同情對手的 慷慨大方的 誠懇信實 自我尊重的 帶著敬重跟感激的心情 這樣的人進來參加賽局 選擇的方向就會改變 所以不是每個人都會出賣對方 如果可以確認人格特質 承諾的問題就可以減輕 例如說 怎麼樣可以找到一個值得信賴的雇員 我聽過一個真實的故事 有人要把這個 雇用一個來家裡面幫傭的人 但不曉得是不是可以信賴 他就把現金丟在床底下 試探這個打掃的人的可靠性 結果這個打掃的人呢 把錢撿起來之後 就對這個雇主很不客氣的說 你錢都亂丟 我在床底下找到多少錢 以後錢不能這樣亂丟 後來這個幫他打掃的人 在他家裡面工作了30年 這是一個可靠的人 課本上解說 某人是不是願意歸還 希望你名字的信賴 裡面有1000塊美金 如果肯 這個人就值得你信賴 換一個角度來看 1000塊美金就可以買一個人的人格了 如果 你把你名字信賴 裡面裝1000塊美金的 這個信賴夾在他的書本 或放在他桌上 他會把這個錢拿來給你 就表示他是你的好朋友 而且是值得信賴的人 如果不是 那就要考慮清楚了 所以偏要在賽局裡面的角色是什麼 他說如果人格特質可以完全掌握 系列就可以避免很多成本 我們前面講了這麼多例子 人們希望被公平對待 否則寧願欲稅 不會瓦全 我們前面講的最後通碟賽局 通常人們希望是5050 他也不要佔你便宜 但也不希望你佔他便宜 我們剛講的 你會欲稅不會瓦全 就像俯瞰全島的例子一樣 所以如果生意上夥伴 因為同情對方 也會變得可以信賴 不一定都是出賣對方的 所以人們的智力動機並非無所不在 賽局的囚犯困境 也因此可以得到部分的解脫 我們如果在賽局的囚犯困境裡面 看來是毫無希望 人們一定出賣對方 落入社會上最差的境界 但如果偏好在裡面 故事就有可能不一樣 其實人的特質包含很多 誠意正心 縱然諾 一字千金 中國人講的物語類聚得到多助 不也是這個意思嗎 所以維繫人類進步發展的 不是技巧詭詐的手段 乃是誠實 沒有任何的態度 各位看了賽局理論的囚犯困境 不要覺得灰心 這邊就是有解脫的可能性 我們不要忘記人們有善良的一面 所以這邊說 英國媒體報導 北京警告 北京警告 如果逼升人民幣的話 北京會拋債券整美元 各位看他說什麼 2007年的時候 中國大陸對美國的貿易出操非常大 所以美國的國會就希望透過政治壓力 要求人民幣升值 美國這個樣子作為如出一策 過去對日本也對過台灣做一樣的事情 但是北京並不好惹 所以中共開始對美國發動經濟威脅 暗示 如果美國迫使人民幣升值 對中國採取貿易制裁 北京就會拋售手中持有龐大的美國債券 作為報復 看到沒有 我們前面講 以牙還牙一眼還眼 中共官方支部兩名官員 最近接受採訪時首度警告 北京可能利用手中 一兆3300億美元的外匯存底 作為政治武器 反制美國國會迫使人民幣升值的壓力 他說北京的外匯存底 可以作為與美國的談判籌碼 當然中國並不想要全球金融持續出現 任何人都不願意見到的現象 各位看這句話是對誰的威脅 他就是說 如果美國再繼續 避免人民幣 中國一旦讓美國的債券 在市場上動盪 這樣子 就會造成全球金融持續的失衡 他把全球都拉進來 各位看 這樣子的 陳述 威脅的力量大不大 我們說大國之間的角力跟報復 是以牙還牙 這個報告 美國財政部有個報告 說從07年10月到08年5月 中國持有的美國公債一度增加 但是2008年6月 一次就減少251億美元的公債持有 超過3% 這個目的就是傳遞中方不越 美國壓迫人民幣升值的訊息 我們前面講那個訊息 所以各位看 他已經實質地 在持有美國的公債上面 露了一下訊息 他減持美國公債 超過3% 目的就是給點顏色讓美國瞧瞧 但美國知道說中國不是講著玩的 他會真這樣做 另外 中國旅約公司08年 曾經計劃投資澳洲利托公司 也就是去買澳洲公司的意思 後來被澳洲總理陸克文 以國家安全為理由否決 再來呢 澳洲遵許新疆獨立的領袖 熱比亞去訪問 大陸立刻取消外交部副部長賀亞飛 原定的訪問計劃 這個動作什麼意思 就是以牙還牙 2010年 兩航砲擊事件之後 美國又送了一個航空母艦 前往黃海 我們前面講過雷根號 他的peace through strength的slogan 目的就是警告周邊國家不要蠢動 美國派George Washington航空母艦 去黃海 這樣的動作不也是非常明顯嗎 就只有周邊國家都不要蠢動 所以 美國派出強大的軍力參加美韓聯合軍演 無意告訴中國 不只是平壤有能力知道超前半島的不安 華府也有這個能力 我們前面也看過 超前半島的這個危機 把周邊國家都牽連進來 包括各地的強權國家還有周邊的國家都一樣 所以這張的討論主題我們可以看一下 為什麼唐太宗敢把死囚犯放回去請親 而為何中方的死囚會回來報道 因為 上下交相者 一其必來而重之 是上則下之情 一其必免而復來 是下則上之心 上下交相者 已成此名 我們前面講過 這是上下交相者 這是上下交相者 這個賊一直要唸成賊 這是個破音字 這上下交相者的賊字是什麼意思呢 威脅 彼此威脅對方 你不能不回來 回來說你也不能把我殺掉 布袋戲裡面有一個人物叫做黑白狼君 他的台詞就是別人的失敗就是我的快樂 這是什麼意思 我們前面看過 如果 最後通牒的賽局 那個人分成99塊跟1塊錢 99塊給自己 1塊錢給你 你可能就會選擇0 就是 你不接著他的條件就兩個人都得到0 你自己從1到0其實沒什麼關係 差一點點 可是你看到別人從99變成0 你就有快感了 因為他對我不好 我要處罰你 所以這個時候別人的失敗就是我的快樂 用模型來解釋 也大家可以理解 人們行為有這麼一層在裡面 我們希望被公平對待 所以這是第九章全部的內容 我們在賽局理論裡面 談了賽局模型的構成要素 我們講了囚犯困境的模型 我們強調優勢策略 就是不管別人怎麼做你都只有一個策略 我們也導出那個均衡來 那是Nush Equilibrium 所以囚犯困境的要義是什麼 人們都彼此出賣對方 承諾機制是不會出現 不會存在 沒有好處 承諾機制在賽局理論的 囚犯困境裡面 通常都是假的 除了一次賽局之外 那我們也看一下重複多次的賽局 然後 在賽局理論裡面 有幾個重要的見解 我們再把時間加上去 就變成 序列賽局 那我們討論承諾跟威脅 我們一再強調 承諾跟威脅其實類似的東西 它是一體兩面 看你有哪一個角度去看它 所以我們談承諾機制的設計 還有偏好的角色 我們前面看了這麼多賽局 好像人們都是等而下之 只會出賣對方 這個 一定出賣對方取得自己的好處 但是 你如果把偏好加進來 就不一定要讓對方 吃虧讓你占人家便宜 不一定 我們剛剛講了 維繫人類進步的 是誠實相偶的態度 而不是技巧 詭詐的手段 這是賽局裡面 教我們的 天 孤雅 旅 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